在這一個插孔的周圍 漸漸燒熔焦變形的現象 如果這個時候不信你周遭這邊都還有 易燃物餅 可能一個火星它就燒起來了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我們畫面中的這個東西 我們的電盤 光看這個外觀 再看上這個貼紙 只有這張貼紙你的現象是20年以上的 我們先第一個看到這個電箱的時候 師傅是首先就推薦 把這電箱換掉 換成潰流牌的 其次我們現在要把這個電箱打開來看看 像這個我們現在一打開來 先看到的重點有兩個 第一個就看到這個貼紙 本身的電流安全餘取值是非常的小 再來就是它的線也非常的細 有一部分的是1.6 還有的是2.0 再來就看到說 這條總的電源的線 從電表後端一來來到這個貼紙這個地方 就8平方 真的太細了 不符現在來使用的這個需求 14平方以上22或是30平方 甚至有的行程度到50平方 你這邊的允許值可以甚至拉到75到100 這個時候你的安全值就會非常的高 居家用電規劃的時候就會變得非常的靈活 師傅在更換 從電表之後 進到這一個電盤之前的這個主線的時候 那它也會開啟我們的這個電錶 那當電錶打開發現電錶的一次測 如果也很小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當然也要做一併做更新 那甚至它會發現就是說 譬如說這個社區附近很舊 本身台電過來的那邊線就很細 那你可能就要去跟台電這邊做申請 把它的電線做更新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插座這個畫面 主要跟大家說明的是什麼 如果說倘若居家的預算不太夠的時候 那師傅就一定會強烈的建議 開關插座至少要做更換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方 這兩個洞 到時候我們要把插座是不是要插上去 那這個東西久了以後呢 插進去會越來越鬆 越來越鬆的時候就會造成這種狀況 接觸不良 會產生什麼狀況 在這一個插孔的周圍 漸漸燒絞變形的現象 如果這個時候不信你 周遭這邊都還有 異然物語 可能一個火星它就燒起來了 大家看 這個地方有處理過 這是什麼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訴你 它上面一定是浴室 所以我們如果在購買房子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買的是透天 你就要特別去注意 這個樓上是浴室 它對應下來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必癌 那如果它今天做的是釣管 它有釘一個青釘架 或是釘一個天花板 那麼你也要去注意說 把這個天花板打開看 看它上面這個樓板的部分 有沒有中主石 都是產生白滑 白滑是白色的 像綁毛一樣的東西 這都是有漏水 曾經漏過水的痕跡跟現象 這邊是一間浴室 我們可以看得到 浴室的外牆的地方 有很多的情況是說 比如說它的浴室呢 是犯案我們房間的兩側 要注意特別去看 大概腰部以下的地方 是否有做避癌的現象 有沒有斑駁 對有沒有像這種避癌的現象 如果有這種避癌的現象 那你就要去注意到有一個點 這個斑駁的地方 耗發率最高的地方 通常在哪裡 在浴缸 所以如果說 你今天有心想要泡澡 泡浴缸 師傅會強烈的建議你 先把既有的這個浴缸摘掉 重新的把內部的磁磚 補磚補好 防水做好 我們再來去做這個浴缸 預算如果夠 我會建議你在入住之前 就把它打掉 好 我們來看我們的窗戶 好 我們的窗戶 好 我們的窗戶 大家可以看到有沒有 窗台底下 甚至大概一二十年左右的房子 在窗戶的 周圍 會有一個東西叫做 八字列 呈現八 中文字八這個造型的列法 怎麼列 這樣子列 它會在窗框邊邊 這個方向這樣列下來 列過去 往上斜上列過去 這個地方往上斜上列過去 這個東西是因為說來自於水泥的收縮率 它跟這個窗框 做一直接面的時候收縮率不同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注意看到 如果你的房子有對外牆 特別留意 是否有這些漏水的跡象 不要等到狀況包下去的時候 啊 水又跑出來 哇 跡象還很遠 那如果我買的時候啊 它油漆已經7號了怎麼辦 這也是大部分的很多都問題對不對 看不出來的 它要賣你的錢 你會發現它的瓦斯管是屬於暗管 走在牆壁裡面的 你會發現為什麼它要塗油漆呢 它在防鏽 這個是一樓的透天 它有些管路是走在地板底下 那走在地板底下呢 如果長期浸泡在濕潤的環境底下 它就會生鏽 它會穿孔 裝空氣 照著你的居家的不確定性 跟一些違安人問題 潛在的風險因子 這個東西其實是有點尷尬 像歷史的貢業 觀眾朋友們 如果說你們買的是透天 二三十年以上的老房子 要特別注意這個店 化分池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化分池的清潔口 這是剛好就是兩戶房子的中線 水管移左這是一戶 這邊移右是一戶 它是兩戶雙拼 但當初它蓋的時候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的化分池一人一格 那為什麼要提這一點呢 我們買回來的時候 我們要去針對化分池做修改 或是整理的時候 它發現是兩戶共用一個化分池 未來它要去修的時候 它發現這邊自己的化分池 怎麼你隔壁的管子跑過來 那我自己修的時候 我就要求你限期改善 否則我把你的化分管切掉 你的大邊就跑出來 如果萬一你搬進來住 房子都裝潢好了 才發現後面這個要挖 你會很累 房子也會弄得很髒很亂 所以這個問題要把它釐清 把它搞清楚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這個透天的頂樓 這一戶它這個是頂樓 沒有做任何的防水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邊 好好好 好 這邊就是有做過的 好 這家比較有錢 好 這個就是有做過的 好 這個至少還有做過 否則它不做它更慘 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有積水的痕跡 均裂了 這個水會這樣子積了一圈 當初抓的泄水波度都 抓的不勝理想 那如果你在沒有做這個防水的情況底下 這積水想必一定都是 你都樓下都是必來的 因應現在的政府的一些污水道地下化的工廠 那如果說你現在買的透天 後面是像這個樣子 好 它這個預遊的民宿沒有這麼寬 我們要看對面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這個 這個我相信在台灣很多人的家裡面 都常常看到這個問題 如果未來它這邊要做 污水的地下道的工程的時候 這邊可能都必須要剷掉 在某些縣市有些地方 我們已經都 確實都發工為這樣子執行 如果是買到是這樣的房子的時候 你心中就要有一個預化 不能製作太多的預算 在這一塊 否則呢 花那麼多 把它弄得美的美快 到時候還是要拆掉 那當然啦 這個是政府的一個美意 那我們也要為環保盡一份力量 我們盡量讓這個污水 進入所謂的污水的地下道 不要來污染到我們自己的營用水 掃描庫浩扣 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 分享 訂閱 瘋傳媒 小鈴鐺 開起來 一起來跟瘋 開起來